连续几个礼拜下滑 下个礼拜一国内的汽柴油价格 还有机会是调降四到五角 不过问题就来了 之前因为油店双涨而提早调涨的咖啡 面包跟小吃 却迟迟没有跟着反应调降 让民众抱怨说 难道这物价一旦上来 就再也回不去了吗 称重称仔细 但杂良好老板说 现在可以不用这么斤斤计较 因为沙糖已经降价 只有没有涨的话 如果跟运输部分的钱能省下来的话 就是价格比较平稳 汽油能源降 让沙糖速度下滑 光一个月内 沙糖50公斤批发价 从1300掉到1200 沙糖外国际咖啡豆 也已经从最高点反转跌了40% 明明原物料跌得惨兮兮 可是天天上餐馆的民众 却是无感 完全感受不到降价 它已经不容易涨上 它怎么有可能再让你降下来 好不容易让你当他请到 他还会还给你 那才奇怪 还涨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这个石油也下降 他们就改口是原物料上涨 那这个部分我们认为 公平交易委员会应该去做调查 是不是有故意 以这个为理由 然后故意期待消费者 做烘台物价之时 营生物价涨 竟然回不去 没有反应国际原物料下滑 而跟着烤酱 喝的咖啡 吃的面包 之前调涨5块10块 现在统统没回去 原因是原物料价格 要在三个月后 能反映在物价上 唯一好消息 是国际油价值之落 下周一国内期 还有美工生姜酱 4到5角 让开车族能开心点 东西新闻留言 王红年在台语报导 王红年在台语报导